蚂蚁报婚变带儿子躲回日本娘家近况曝光。公公王文阳松口,家里面室友在讲。报惊人内幕。 日本女星蚂蚁在嫁给台宿长孙王全人后,淡出演艺圈专心照顾家庭,然而近期却爆出豪门婚变。 王全人和蚂蚁疑似在过年期间又口角争执,让王全人一气之下再也没进过家门。 蚂蚁也一次忍受不了外界的质疑,独自带着孩子回到日本娘家。 有传言指出,豪门婚变是因为公公王文阳不喜欢蚂蚁,原本一直保持沉默的他表示。 王全人情史和他老爸一样丰富,剧传层和不少主播、明星交往,其中女星前败于更是为爱放弃一切远赴英国,然而疑似因为王文阳认为门不当户不对,最后分手收场。 之后王全人和认识很久的同学,首都客运的千金李晶晶结婚,当时郎才女貌,富豪连年堪称一段家话,李晶晶不止学历高,有家事,还为王家生嫁一个可爱的小孙女,据悉王文阳对她相当满意,谁知道这段婚姻竟然维持短短四年,就因为家暴。 报道收场,据atnews报道,有消息指出是因为TBBS的主播介入,才造成夫妻失和。 之后王全人和蚂蚁先有后婚,有名嘴爆料,王文阳疑似对演艺圈不太熟,原本以为女方是主播,但没想到竟然只是个通告开,因为落差太大让她完全无法接受,也因此默许王全人冷落蚂蚁, 甚至常常和前媳妇李晶晶私下联络交心,完全不把蚂蚁放在眼里,不过事实上王文阳曾表示。 王全人在三年前和蚂蚁结婚时,曾有媒体询问王文阳是不是会不喜欢这个儿媳妇。 据东森财经台报道,王文阳当时回应,王全人,已三十多岁了,自己做决定,自己的幸福自己追求。 并否认要求媳妇要拥有高学历,淡淡地说那是家里面在讲,那是希望,不是要求。 对于蚂蚁好门婚店发展至今,各界传言不断,但王家人始终没有出面回应。 据自由时报报道,蚂蚁的好友艾莎则表示蚂蚁目前在日本散心,看起来心情不错,甚至数度传百亿惊松的照片给她看,直呼,她小孩好可爱。 由网友翻到王文阳之前的评论后,都纷纷担心既然不是公公的问题,那是王全人。 这就是证明老公已经出事了啊,好担心麻衣哦,当人好心疼。 其实王文阳就否认自己有借助他们,那到底现在蚂蚁的婚姻状况怎么样呢?好让人担心啊。 参考来源 参考来源